明星期間 大家好 我是陳師傅的JQ 又到了秋天 是個吃螃蟹的季節 螃蟹對很多人來說 會覺得說 它是個非常貴的東西 那我們今天來到貴桃嶼港 我想要來實測一下 我們一千塊能夠買到多少隻螃蟹 我們走 剛好借了一個一千塊一欄的 這裡賣蠻多海鮮的 但是主要就是螃蟹為主 我們今天的目的主要是用最少的金額 買到最多的螃蟹 所以我們可能不能買品質太好的對不對 這邊就是蝦蟹 然後可以兩歲 像那邊還有一個 我覺得你在來這個漁港 你如果喜歡吃甲殼類的 就非常適合你 可是如果你只吃魚類不吃甲殼類的話 這邊魚類就賣比較少一點 差點太快了吧 大概這邊也有賣一些現島的螃蟹 一大欄 那一欄 猜多少錢 一千塊 這樣其實蠻多的 對啊 保守估計有15隻 但是我們既然來這種海港 我們就應該要吃最新鮮的海鮮 那我們去第一島 我剛剛覺得那個第一家不錯 我覺得來這邊我都是喜歡在外面買 然後進去料理 那你要問那個店家說你有沒有配合的 料理的店家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好 哪一種比較好吃啊 老闆 這個 這個 你覺得很好吃 就這個 啊這樣我再代課料理還要再錢嗎 要 就是看你的料理方式 價格不一樣 我印象中是這樣 要不要吃個貝類之類的 老闆這個一斤啊 所以這樣一千二對不對 5號 1號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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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1號 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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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號 老闆來接我們耶 喔 有錢賬為什麼不接一下 好 這個290 輕沾嘛對不對 好 這個要怎麼做 你覺得怎麼樣比較好 那你要沾的就好了 好 也要沾的好了 390的眼睛 390的眼睛 OK 各位 我們的餐點來了 我們剛剛花了一千塊 買了11隻螃蟹 平均一隻不到100塊 你在台北或者在市區 已經吃不到這個價錢 雖然它的品項大橋 都沒有非常的大 但是我覺得 新鮮好吃 超爽 我們先來吃一下三點蟹 不對 我們要先吃貝殼 因為它快冷掉了 超大 超大 它裡面的肉 有點煮太久了 畢竟他們生意這麼好 很難控 全部的火候 生姿 這個我大概就給個7分吧 其他滿大顆 但是裡面 我跟你講我買沒有大一點的蛤蜊 火候就有這樣子 因為其實我們算是滿會煮海鮮的 我們如果我們 火候稍微控一下 買大顆的蛤蜊 煮起來就跟這個差不多 這顆就不錯 非常的飽滿 有個爆汁耶 我來嚐一下它的三點蟹 腕底蟹有三種嘛 三點蟹、十全跟花蟹 我是比較喜歡吃的花蟹 但是因為這個組合它只有這兩種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糕 就是我覺得它這種一至九十塊的 我覺得這樣的表現都不錯 而且非常的乾淨 它的蓋子裡面 其實你只要季節選對了 該有的東西都有 你看這個 怎麼樣吃螃蟹呢 我們在大雜蟹那支影片 其實已經有講解過了 那這邊就多不贅述了 我們主要是來為大家品嘗一下 一隻九十幾塊的螃蟹 到底好不好吃 先品嘗一下它的蓋子 從頭哥開到的 裡面有這種黃黃的糕 保濕啊 各位 細節對的糕都非常非常的多 唱一下它的糕 我超喜歡這種吃起來有點 就是淡淡的苦味 可是這個不輸大雜蟹 品嘗一下它的飽食 飽食更苦耶 它吃起來有點像方塊絲 的口感 有點它一咬就會整個呼吸體 外面剛好有一點那種酷酷的糕 幾品 烤一下多哥怎麼不能吃 蟹菜不能吃 再來 蟹菜不能吃 再來 阿翔也不能吃 阿翔會偷吃 哈哈 你接一句嗎 先做一口 會生甜真的很 肉好甜喔 你看我把它熬拔起來 直接肉就抽出來了 所以我們剛看到那個是一來一千塊 我有在不是季節 就是不是那秋天來 然後我之前看就是 大概數量少一半 但是價格是一樣的 但是它的肉沒那麼飽滿 所以你們 要來 看到我們說 十一至一千塊 你不要什麼夏天來 然後跟我酷腰說 我現在沒有這個價錢嗎 季節不對 所以就是大概十一月 十月上下 來 你待會兒可以買到這個價錢 這個就是你在市面上 會買到那種蟹腿肉 巡拐肉 超讚 這個螃蟹我覺得吃起來就是 冷凍螃蟹呢 你煮完了之後 它的殼會跟肉會分一段距離 可是它這個就是 每個都是飽滿的你看 但我覺得它飽滿以外呢 它又不會黏在殼上 一隻九隻太不香嗎 再來吃個熬 有一個不要太爛的牙 你都可以咬得開它的殼 示範給大家看 嘎嘣脆 你看我這樣隨便剝 然後一咬 手一抽出來 肉就出來了 太出聲了 各位 看這個螃蟹的手 小手手被我扒開來了 有沒有很可愛啊 來各位 食群啊 這個 剛剛一千塊裡面 大概一半一半 三點三點食群各一半 這樣子 然後現在來為大家 吃這個食群 我們看一下這個食群的身體 它的肉感覺不是那種一絲一絲的 它就是整個填滿在這個 血的身體裡面 一樣新鮮扒開來就一條一條的 我覺得食群的身體沒有三點鮮那麼甜 它吃下去會有一個比較嗆皮的味道 然後 現在我吃完 我推下去的時候 嘴巴會有 產生一個 一樣是高頻的苦味 就我剛剛就覺得 多多是在隨便講 但是我一吃的時候 我真的可以體會他講那個高頻的味道 你們就需要自己來體會一下 綜合評比來講 我覺得三點鮮 好吃 不少 如果可以回到 一小時前 我會全部去三點鮮 OK 我們已經吃完了 我們還剩下這麼一大袋 大概還剩下一半啦 我覺得我們剛剛點的這個量 我們一共花了一千六百塊 加代客料理費 大概可以四個人吃吧 四個人吃我覺得OK 我覺得這邊是我看過 什麼活螃蟹最便宜的地方 如果你覺得有什麼更便宜的螃蟹 告訴我 我們去那邊拍給大家看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